话说如意曾是善良颇有才艺的小家碧玉,只是成了乾隆的妃子之后,在后宫这个大两钢子,如意被迫地失去自我,尤其是金玉岩这位女人,她应该是改变了如意一生的人,一个让如意从善良到心狠毒辣的人,尤其是家飞诬陷如意与大师的坚决。 皇帝却不相信她的清白,甚至疑心加重,如意是如姐妹的侍女,被抓去慎行思考打导致索心一条腿变残疾,而如意是若珍宝的大哥也被家飞害死,这怎么能让如意再做事不管呢? 当如意用偷天换日,为自己洗清冤居,时也顺利登上了皇后的宝座,这个时候如意复仇的计划来了,索心一走,这时候容嬷嬷也上线了,来介绍下容嬷嬷,容嬷嬷名叫容配性格刚丽。 做事干净利索心狠手达,但对如意绝对的忠心,最喜欢看的就是容嬷嬷,亲自给家飞戴上耳垂,不愧是容嬷嬷,家飞只能怨恨的瞪眼。 珍扎的金玉岩痛苦不堪的时候真是太解恨了,如意,我是皇后,对你赏也是法,法也是啥。 一句话金玉岩只能委屈自己,这也给了众妃子一个下马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